大家好 我是Kevin 歡迎回到KevinLogo的投資 今集IB收息系列第29集 你還買匯豐收息嗎? 匯豐說停普通股牌息已經是早兩個月的事 很多股東都不滿 今集就來看看有沒有辦法在匯豐身上報仇 或者可以買匯豐的優先股追回牌息 為何要今天才出這一集 因為我想收到最新一期匯豐優先股的牌息才拍 終於在昨天收到每股美金 0.3875的股息 說回優先股的資料 在IB的話 號碼是HSBCPRA 全部在美股的證券行都可以買到 但號碼有機會不一樣 可能是HSBC-A HSBC.A HSBC.A HSBC.PRA 這就自己留意 現在現價是25.7 一年派息4次 3月6月9月12月 一年總共派1.5.5 如果計算的話 1.5毛半除以25.7 即是派6.03% 有兩項要留意 第一 其他美國優先股是要付30%稅 但HSBC.PRA 就不需要 因為它不是美國公司 第二 第二 就是這隻優先股 在2010年 是有一個call day 即是說 HSBC隨時可以用 他的價 25元 屬回優先股 所以如果不幸 一買屬回的話 就有可能蝕了7毫的差價 其實就算匯豐證股 不停派息也好 這隻匯豐優先股也有投資價值 可以看看這張圖 5年的股價圖 紅色線就是匯豐的正股 黑色線就是優先股 你可以看到優先股的波幅是小於正股很多 就算年頭跌市 優先股反彈 正股繼續跌 你買 股票收息為甚麼 都是想穩定收息之餘 股票不要大跌 既然這隻匯豐優先股價格有穩定正股 派息也好 長遠不知道 要看正股派息 派息的時候 會不會選擇派息 可以考慮一下 用這隻 匯豐優先股 收著息 今集到這裡 還沒訂閱朋友記得訂閱和鈴鐺 我們下集再見 掰掰